对了 其实这个部分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是直线 哪一些不是直线 所以我如果是直线的我就勾 不是直线我就插 这是直线 这个是直线 这个是直线 这个不是直线 它是由三条直线聘成的 对不对 它还说算是直的 只是我们这边只是要看说 它是直还是取 OK 好 第二题哪 它有几条直线 这一边有三条直线 AB BC 还有AC 总共三条 OK 像这里有四条 我们分别有 会叫它AB BC CD 还有AD 对吧 就这样子了 然后呢 有几条线段呢 这里 两个 有两个 A,B,B,B,C 还有AC 对吧 因为线段的话呢 我们如果结 线段是有包括了长度 结出来的 对吧 所以AC呢 又是不同的线段的 OK 直线的话呢 就如果你问我这里有多少个直线 我会讲说是一条直线 这一条直线来的 OK 但是如果是线段的话呢 就有分的 像AB,BC跟AC是三个线段 这个呢 就AB,BC跟AC 三个线段 再来这一个的话呢 A,C,A,D,AB B,BC跟CD 这叫五条吧 一二三四五八 这个就复杂了 对 这个有多少个线段呢 是的 很好 我不写了 这有A,B,C,D O,A,O,B,O,C,O,D 所以就结出来的 又要分的 所以这个总共有六条线段 OK 再来看一下这一边 立方体它有几个面 几个边 几个顶点 六个面 然后 没有 不止 呵呵呵 那好 调边 十二条边 没有十二条 领点 八个顶点 那我们来算一下 面的话呢 是前后左右上下 对吧 总共有个面 然后呢 边来讲呢 前面呢 四个边 后面也会有四个边 侧面呢 一二三四 也是有四个 所以呢 四三得到十二 过后呢 顶点来讲呢 上面有四个 下面也有四个 侧面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 重复算了 总共八个 那长方体呢 这么巧 它的面 边跟顶点 都会一样 因为它只是 把它延长 拉长 形状 八两 所以立方体 跟长方体呢 是非常相似的 它的面的数量 边的数量 跟顶点的数量 是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四角锥 好不好 五个边 好 几个边 八个边 很好 几个顶点 五个顶点 好 看出来 它底有一个面 侧面有四个面 加起来五个 边的话呢 下面的长方 长方形 四条 然后呢 侧冷 我们叫侧冷 侧冷有四条 四条加四条八条 过后顶点的话呢 上面有一个顶点 下面四个 加起来五个 好 看出来 那四面体呢 六个边 对 四个顶点 看出来哈 四面体四个面 这个也是废话啦 因为它的名字呢 就是因为它有四个面 而来 中 底一个 侧面有三个 这个冷的话呢 底面有三角形 侧冷也是有三条 总共六个 在顶点的话 底面 底的有三个顶点 上面肩头有一个 所以总共十个 很好 三冷柱 几个面 五个面 很好 上下两个 侧面有三个 二加三 九条 一二三 它下面三个 下面 上面三个 下面三个 三加三 六 再侧冷 我们讲 打横的 有三个 总共九个 顶点 六个顶点 下面三个 上面三个 总共六个 还有很多 我们加快一下脚步 几个面 七个 侧面有五个 上下两 加两个 几个边 十五个 上面五个 下面五个 侧面 侧边五个 几个顶点 十个顶点 上面五个顶点 下面五个顶点 很好 几个面 八个面 这个废话 几个边 十个边 很好 上面四个 中间这里有四个 下面也有四个 顶点 六个 中间这里四个顶点 上面一个 再加下面一个 六个 很好 十二面 十二面 十二个面 当然 这个还好 这个有 多少个边 这个难算了吧 多少个边 然后多少个顶点 这个就有 点 对 有没有人想到 又有什么 二十六 我来算一下 我也还没有算 我来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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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啊 它总共12个面 然后你会看到每一个面呢 是5面的 无边形来的 对吧 所以呢这个的话呢 它是总共 每如果我是这样看 12乘5的话是得到多少 12乘5啊 应该会得到60 但是呢你会看到两个面相交在一起 才会得到一条线 所以变成了他们 我这样子算的话 我已经重复算两次 对吧 所以呢你60就要除以2呢 就会得到30 啊 所以中间那个你算到6条 我觉得不是的 你应该是 讲这样子吧 12345678910 中间这一环应该是10个 上面5个 这一边5个5个5个 然后中间这里有10个 我来 5个5个 你算到22啊 我也还没有算了 我来看看我的思路是怎样 你会看到呢 它每三个面呢 就会share一个顶点 所以呢 也一样的 我们呢 我们有12个面 每一个面呢 都有5个顶点 对吧 所以也是一样乘起来是30 过后呢 30了之后呢 我要除以3 因为它三个面 就会share同样的点 所以应该60除以3 就会得到20 应该是多算两个 看到吗 你自己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算错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猎奇了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